《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昨天是9月9号 有些事吧 趁9月9号这个时间点来说呀 很有意思 1976年的9月9号 当时正在西藏写声的这个知青画家陈丹青 接到通知说 今天不用出去写声了 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 大家一起去听见 什么重要广播呢 这活在1976年的人呢 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那是怎样的一年呢 元月份周恩来轰 仲下是朱得死 那年人心在默默的等待 暗暗的猜下一个会是谁 当天这拉萨下午是阳光猛烈 广播就开始了 哀乐不出意料的就传了出来 40年过去了 陈丹青后来是回忆 说当年他听到他抑制嘴角的痉挛 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因为这一天的很多人已经等待很久了 尽管他们不敢说 这一天是毛泽东死了 中年83岁 细心的人们忽然就明白了多年前 北京西山那个老道为什么让毛泽东的警卫部队叫8341了 83代表毛泽东活了83岁 41代表的是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 毛泽东成为中共领导人 一直到1976年他死 41年 一直给老百姓灌输无神论的毛泽东 实际上比谁都相信 冥冥之中是有定数的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在广播上宣布的时候 有很多中国人以为天都要塌了 没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没有了红太阳 中国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早 拉萨的太阳又出来了 照在布达拉宫金色的顶上 这里曾经是出走的达赖喇嘛的住息地 不久之后的陈丹青被上级指定说你画不画 画什么呢 全国人民哀悼毛泽东去世的画 于是他画了一个泪水洒满丰收田 一举成名 虽然当时的考试英语零分 但是中央美院依然看中了他的才华 把他给录取了 老百姓也一样 按照自己的录可以活下去 老百姓的命其实也是冥冥中有定数的 而毛泽东死掉了 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 毛泽东曾经看着江青这一伙最高权力的把持者 咋个多赛爱您呢 是吧 王洪文党的副主席 原来是上海十七棉方厂工人 张春桥国务院副总理 总政治部主任 他还有军权在手呢 原来是上海华东局的宣传部长 姚文元笔杆子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原来上海卢安区的一个宣传干部 那毛泽东自己的夫人江青更不用说了吧 早年上海滩的女演员蓝萍到延安去 所以毛泽东直接就说 你们就是一个上海帮 是吧 其实这个上海帮就是毛泽东弄出来的 为什么呢 毛泽东为了制衡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权力 一步步把他们提拔起来的 用来自北京以外的政治力量来制衡中央 利用这些上海来的人在北京政治上人员不熟悉 短时间内不容易跟各大门派结党营私 来实现特殊历史时期当中中共最高层决斗中的优势 这个办法呀 多年之后 邓小平在8964之后再次使用 用上海的江泽民 一个地方主官直接来接管中央最高权力 好用吗 好用 为啥 听话嘛 这就跟当年四人帮一样 这江泽民呢 也是后来想趁机做大 迅速培养自己的权力中心 中国人是没有办法参与体现自己的政治意愿的体制下 怎么办呢 看着他们一届届的换领导 自己呢 只能是一代代的当奴隶 华春云这个解释习近平讲话说 全过程民主 说白了 就是全过程都是中共在玩 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 就算你想当皇上 你也当了皇上了 你得有个皇冠吧 是吧 西方人为什么要大主教来给新国王加冕呢 政治合法性 朋友们 你要去卢浮宫 可以留心找一幅画 这个法国画家 这个鲁伊华 他叫什么 叫拿破仑加冕礼 按传统呢 法国大主教就可以给国王加冕 但是拿破仑你身上 你也没有欧洲皇族的血脉呀 你是靠革命上台的 凭什么给你加上皇冠呢 你合法性欠缺嘛 是不是 怎么办 所以你看那个幅画里面 拿破仑他把大主教的上级教皇庇护其事 从罗马给逼来加冕了 那也不是教皇把皇冠给这个拿破仑戴上 你看那个画里面 拿破仑自己拿着皇冠 都往自己头上带 教皇只是做了一个见证 所以呢 越是缺乏合法性 它越是要打破常规 用更加非常手段来坐实这份合法性 说难听点吧 就算你上个毛册 你手里拿卷纸 告诉别人去干什么 这意思 毛泽东死后呢 私人帮被拿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 既然是没有老百姓的选举 没有民主嘛 对不对 它连起码的党内程序也没有 直接把最高权力机构给拿下来了 那叫什么 那就是政变 中共在自己历史上 它也叫什么 它要打倒四人帮 是不是 什么叫打倒 那就是不是正常程序来的吗 上面一拳打倒了 一脚踹倒了 就要打倒四人帮 凭什么全国人民就认你是真命天子 你把它打倒了 你是真命天子吗 怎么办 拿死人立威 这是老百姓民间的话 叫拿死人立威 中共它自己的话叫做高举毛泽东伟大旗帜 怎么样高举呢 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出书 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当时你知道这江青也在抢毛泽东文稿 他也清楚 为什么抢呢 谁能够出版毛泽东这个选集第五卷 就意味着谁代表了毛泽东思想 他就得了毛泽东亲授了 是吧 所以四人帮一抓 新的党中央70年代末 毛选第五卷印了一个天亮 玩命的印 我是真命天子 大家都来看 当时机关 工厂车间 你如果想不上班 想偷懒 报告厂长 我去买毛选 买第五卷 肯定得批你家 他不敢不批 是吧 赶快去赶快去买去 新华书店倒是排长龙 比现在所有的畅销书牛多了 中南海很高兴 对不对 买的人越多 说明政变上台的最高权力 拥有越强的执政合法性 因为没有民主 大家没有选票嘛 于是大家买书 买就是选择 所以中共敢说 说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就像现在讲 你说学习强国 你学的越多 它就是你选择了习近平 你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毛选第五卷虽然是短时间内起到了号令天下的作用 但是呢 这个没过多久 新的党中央就发现 你看 这不对呀 这毛选里面 毛泽东有好多的文章 好多的理论 跟后来中共要搞的改革开放 搞市场经济拧了个 这是不是 我要培养资本家 少数人先富起来 你那边要打倒资本家 不对呀 怎么办呢 反毛泽东的话 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就没了 不反毛泽东这条路呢 你也走不下去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后来邓小平做主 毛的第五卷和后面的听发了 这个历史原因 后来是为什么毛毛农选集 后来还有好多书的不出了呢 历史原因在这 那么你想 抓了四人帮 刚才第一个是要出书 证明自己是继承人 第二个是什么 要证明自己真传是什么 毛泽东纪念堂 你得建这个 于是在中国的国家中心 在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陵墓 过去叫太庙嘛 是吧 供奉先皇帝的 不过谁也不会把自己的陵墓建在皇宫前面 哪有那么傻的皇上 是不是 这多晦气嘛 你想 中央领导住的这个什么中南海 离这个毛主席纪念堂 坐北京公交一条线 都不出一个站 而且还没有入土为安呢 活人买票看死人 所以有人开玩笑 说这整个就是一个什么 就成立一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停尸间 它本身其实也不是为了纪念之用的 你要说纪念 谁最有资格去纪念 这两天不是登了毛新宇在那照片吗 是吧 你要说纪念谁有资格 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结果呢 他以自杀抗争都没换来 到自己丈夫的纪念前一败的资格 所以说这纪念堂是为了什么 就是中共那些获得了权力的老干部们 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继承的合法性干这个事 叫一脉相承 对不对 过去太庙是儿皇帝给老皇帝盖的 今天是什么 中共老干部给毛泽东盖 虽然这些老干部也是被毛泽东整肃的 七婚八肃的 心里恨的黄 是不是 还是要委屈自己 要当皇太子一样给毛泽东建太庙 没别的办法 没有民主 党内的民主就是斗争的民主 谁斗争斗赢了 谁就是民主 人民的主人 但就这个太庙 前几天大家知道出了个什么事 是吧 飞来一只黑天鹅 很巧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要防止黑天鹅 防止黑犀牛 防黑犀牛就是防止重大事件 防黑天鹅就防止那些不可预测的引发连锁 负面反应甚至起到颠覆作用的事件 结果 论别话说 这个黑天鹅飞临天安门纪念堂前 刚才说了 毛泽东是要老百姓破除迷信 自己却对明明天意信奉的不得了的 他死之前听说那个吉林降陨石 一天都不高兴 天有异象 天降陨石 这人间有变 要死人呢 他知道自己十日无多 那这个黑天鹅实际上呢 除了跟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是对上板之外 大家还知道有个成语叫野鸟入庙嘛 野鸟入庙 这个黑天鹅有些人看的图片一看 说那脚上没有挂牌牌 就是没有注册的 这典型的野鸟嘛 是吧 他来到这个毛主席纪念堂这个太庙之前 不就是野鸟入庙嘛 这个出处的野鸟入庙是在汉书上面写的叫野木生朝 野鸟入庙 则王之一也 自自通鉴上引用 说野鸟入庙 这古人皆以为是拜王之像 中国古人都确信这种现象 野鸟入庙是国家拜王的征兆 所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天意呢 通过毛泽东纪念堂 通过建太庙这个事 来树立权力继承的正统 结果被一只野鸟轻松打破了 那么剩下的一条路是什么 赶紧出书 出书越多 越有真命天子的架势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这些年玩了命的出书 权力越被人质疑 党内对他越不满 对他连任不服气的声音越大 他就要越多出书 是不是 跟当年出毛选 是一个意思 2020年一年 习近平出版了34本书 平均10天一本书 你去新华书店看 你一进门 你哪个新华书店一进去 一进门 最显眼的地方 一个红色的书衫 谁的 习近平的 有的人想 是不是习近平这人爱出风头 也有的说 是不是 就是因为那些 那些党宣部门嘛 溜须拍马 是吧 都不是 朋友们 就是为了证实自己长期执政合法性 这个原因最重要 你看江泽民 他那么爱出风头 那他也是不是安排一个外国人写传记吗 他和胡锦涛一样 他都是任期结束了才出书 习近平是在任内出书 这销售还直追毛玄的发行量 实际上除了炒毛泽东思想冷饭以外 他还真的没有什么思想 也没什么理论 但是为了凑发行数量嘛 是吧 所以你看到后来有些书排版很稀疏 本来能印一本书 他愣印两本书 这个意思 文字还弄得很大一个 比如新出版的叫做《习近平扶贫故事》就这么书 他就这么凑数量的 那每个字大的跟那个大头苍蝇那么大一个字 所以你想 这内容肯定他就不讲究了 对不对 你别说民众没看透 我估计习近平自己看一遍 他都不乐意 都受不了 你看其中有一篇记录习近平1974年 在陕北梁家河当大队书记的时候 挖那个沼气池 他就说了 习近平仔细观察 发现粪池里有气泡往上冒 他拿铁杆子去捅 一捅不要紧 习近平被喷了一脸粪水 但是习近平顾不上这些 因为他太高兴了 因为沼气出来了 看到没有 习书记不管是现在 不光是现在 他早在梁家河的时候就被喷粪了 有这么个经历 那这也怪不得别人 是不是 你这一脸的粪是你自己找的嘛 现在呢 你要说你偷懒请假 我估计你也是 你也可以说 跟当年买毛选 你说我去买习近平选机 肯定你们公司老板现在不敢拦着你 是吧 为啥呢 小心 公司领导老板到时候被共同富裕了 现在这个石岛 这个社会整个往左边偏 很厉害 今年中共百年党庆吧 算是 习近平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 这么一本书 其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习近平说什么 他说 党内出现了一些杂音噪音 为什么过去五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 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 习近平认为这是噪音 他说 出现这些奇谈怪论是政治上糊涂 脑袋不清楚 有的是别有用心 自身不干净 企图蒙混过关 你看习近平这道文革语言一溜一溜的说出来 这段话是习近平2018年1月份 在中共19届中纪委第二次会议全体大会上说的话 中纪委开会 朋友们 是不是 这话肯定什么 是党内开会 这话就不是针对民间的反对声音 而是针对中共内部要保党反习的政治力量说的话 是放风 更让人诧异的是什么 咱们知道这个即便是毛泽东时代 党内民主 你就算是个摆设 也不好随便拿来批判的 一个是什么 你拿来批判党内民主 你显得你这个当领袖的胸怀狭小嘛 是不是 另一个不就等于是宣布个人独裁 让自己的战友那不就只想逼宫一条路了吗 所以说这个话呢 不在情不在理 显得很蠢 所以中共正统也是宣传什么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说党内民主直接关系 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长治久安 是这么句话吧 对吧 这就跟当年出毛选第五券来达到权力 来继承这个符合法统这个本心 但是呢 你出了书 却因为思想内容与改革开放之路矛盾 而后来又不得不放弃继续出版毛选 一样的尴尬 现在你习近平也是一样的 要通过出书来宣讲自己并不太多的思想 是吧 来证明自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结果呢 言多必失 从这个习近平的这些书里面去表明了 他自己独断专行 也偏离了就是 咱们说即便是左倾的中共传统政治原则嘛 党内民主他也不能让别人说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 就是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它要出版一个新版的最长电报 来割裂习近平和中共 是吧 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要反的是习近平而不是中共 想放中共一马 声讨习近平 这是什么 为中共党内反对习近平的力量背书嘛 对吧 就是海内外配合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以极左全球主义倡导者命容出现的 在美国他就支持共产主义 这背景的那些什么服政府主义运动 索罗斯嘛 索罗斯连出三篇雄文来谴责习近平 后来最后一边还这个谴责符合习近平路线的西方投资者 最大的资本管理公司BlackRock 布莱德公司 尽管索罗斯它能开放社会最终理念 实现超越国家职能的全球最高政府 这个全球最高政府这个理念的某种程度 跟共产主义什么 叫世界大同实际上是异曲同工的 因为都什么 都要通过阶级斗争 消灭家庭 消灭种族 消灭民族 消灭国家 消灭宗教来实现 但是因为现在习近平这个路线 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去了 这就跟全球主义现在闷声发大财的路线剧烈冲突了 你把门关上 他们发不了财了 他们也弄不出一个 你不发财 他们没有办法积累 没办法中国人弄出来 我来控制中国人了 因为习近平你去独裁控制中国人了 所以呢 索罗斯这样的西方极左幕后操板手的剧烈反应 是这个原因 朋友们 那么其实相对这样的要习近平下台要他命的反应 你想 习近平是不是肯定也有一些反制措施 那么习近平的反应是什么呢 全面打压 解体西方金融背景 与自己的红色基因差距甚远的那些科技公司 数字公司 中国国内有西方背景 全球主义背景 跟像索罗斯这种人亲近的文化人士文艺圈 这就是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中国社会矛盾突然急剧升温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 你想 习近平不惜打烂到华尔街上市的中概股 那你想 那中概股它多少能为现在中国政府拿点钱了 你现在中国政府缺钱呢 财政极度困难了 是不是 你怎么把他们给砸烂呢 怎么跟钱过不去呢 很简单 到了生死抉择的地步 西方资金扶持的中国政商力量越大 习近平被切割被团灭的可能性越大 你看 这次北京开辟第三个政权交易市场 那也是在上海深圳资本市场自己无力全面控制的情况下 新开自己的钱袋子嘛 这是同样的原因 所以你看 习近平香港也是 习近平不惜打烂香港 谁都知道香港 这是中国乃至中国 就是中共权贵也好 是他们最大的资本融资市场 但是习近平政治集团呢 他自己得力不多 有些传闻他的家住谁谁谁买了几套房子 那相对别人控制这数百数以百计的大量的资本财团 是无法相比的 香港越红火 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们越拥有资本 以及迅速将此资本转化为权力的控制力 比如说咱们举些例子 不展开 咱们随便说 曾庆红家族到曾庆怀 是不是 他在香港大陆的演艺圈的控制力 一直到美国左翼阵地好莱坞 这一条线 习近平什么呀 水泼不进吧 水泼不进 我怎么办 搞烂你 为什么弄了那么多的演员 为什么那么多西方背景是外国国籍的演员呢 就这个原因 从江泽民孙子的博裕资本到阿里巴巴 再到美国纵横中国市场的黑石基金 你想 黑石基金当年中投中国的主权基金 30天就决定给予黑石基金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谁决定的 梁锦松嘛 是不是 香港的原来的梁锦松 谁的人 江家的人 所以这些也是什么 这系列也是习近平水泼不进的一个资本渠道 然后再看恒大 这次爆雷了 恒大许家印金融爆雷 您从这看出来 许家印的资本恩人是谁 香港新世界集团的郑玉彤 香港四大帝王之一 再到郑玉彤名下珠宝行 周大福 他与温家宝妻子早年就做买卖合作 因为张培丽嘛 温家宝妻子张培丽也是做珠宝生意的嘛 然后再回到中国平安保险与胡温时代的层层纠葛 这一层 习近平也一样水泼不浸 尽管习近平政治集团当中在香港也有利益所在 像我刚才说 甚至有些人买几套房子 但是相对于习近平面临的政治威胁 打烂香港 远远有利于任由反对者运用香港 壮大他们自己来的好得多 对习近平有利的多 索罗斯谴责布莱德公司 布莱德的老板是借助黑石基金起家的 在资本和与资本相关的政治市场上应该来说是小儿科 与中共高层打交道远没有他的前辈 什么黑石老板像苏世民呢 没有他们那么吃得开 但也正因为如此 与正想摆脱权贵控制的习近平不谋而合了 对不对 你不熟悉中国其他的政治家族 你跟我玩 我现在是当权者 就这么个一句话 大家看习近平北京证交所 有个明确的融资渠道就是叫公募基金 而布莱德呢 就是今年三月份 注销了上海的私募基金业务 那么挣钱的买卖他不做了 也是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业务不做了 运用风险更大的一个项目 是吗 成为独家公募基金的运营者 这不以习近平的北京证交所一唱一和吗 是不是 砸烂了华尔街中概股 砸烂了香港 对于习近平来说 砸烂的不是中国的财富 而是他政治上敌人的家当 而习近平自己呢 开通独一家的布莱德 保持于美元资本 国际资本市场的长途 大家看懂了没有 是吧 这举个例子 等于是习近平炸掉了过河的大桥 留一艘船 但是是自家的船来百度 你说的蠢吗 对于普世价值 对于市场规律 对于人性来说 是的 但是呢 它又充满了符合中共体制残酷斗争生存操作的本能 他们今天是借着这个毛泽东的忌日9月9 跟大家聊聊当下中国的乱局 究竟要怎样看出它的本质来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做到这了 周末呢 明天周末我要继续拍摄《巴顿》 我就跟大家说 我这住的地温度很高 40多度 辛苦赶了 拍摄人员呢 让他们受苦受累了 我还得抽点时间下厨给他们弄点好吃的 然后还得熟悉剧本 穿服装 给自己化妆 我估计倒是又是一身大汉的拍摄 不过 正好这一身大汉跟这个 现在说的正好是巴顿在北非与德军奋战 并准备登陆意大利展开欧洲战场 非洲也热嘛 所以这片子现在拍的也挺应景的了 那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大老远的来拍我这么热的来去拍呢 拍这个片子为什么 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在2020大选之后 整个美国 甚至可以说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变得很糟糕了 昨天拜登演讲要求美国100人以上的企业强制打疫苗 谁不服就弄谁 这整个就是违背美国宪法的做法 是不是 美国州长管不了县长 县长管不了市长 同样总统你也没有权利罢免州长的 不用我说 然后美国昨天呢 什么是热搜词 大家知道吗 独裁者 拜登昨天跟习近平还通电话 同样是让我大失所望 就跟前段时间课里大老远跑到中国一样的 去谈气候问题 然后王毅 却用视频跟跑了中国的克里通话 那你待在美国视频不好吗 你待第三下四的 为什么 不就为了私利吗 拜登的电话也一样 在西太平洋 所谓叫大兵压境 在台海 在南海展示强大的美国军力 中美高层互动呢 你想应该什么 谁压力大 谁出面 对不对 谁日子难过 谁求对方嘛 结果呢 拜登主动打电话过去 你航空母舰堆在人家旁边了 你不让习近平给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过去 然后他告诉习近平 美国不想冲突 美国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你说你台湾盟友怎么想啊 那你说现在这种困境下 习近平会不会因为你这句话突然就想冒险呢 反正你美国 你的真心是怕冲突 那我习近平反过来 我在台湾我冒险 我干他一仗 我们今天开头不是说了吗 拿破仑强迫教皇来加冕自己 把皇冠抢回来给自己头上戴 是什么意思 就是政权合法性 越是被质疑的时候 他就越需要非常规手段来证明它的合法性 所以他真的有冒险一战的企图 和冒险一战的什么 怂恿者 所以看着这一切越难受呢 我就越想着川普总统了 这就是我的心愿吧 所以用川普最欣赏的美国将军巴顿 然后又借用民间所说 川普是巴顿的转世 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在巴顿这部作品当中读出 真正的美国爱国者 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真正的信仰者的伟大之处 好吧 明年上午美西时间九点呢 咱们又会有新的一集播出 那是第十九集 我给它起的名字是说 突尼斯整军纪反败隆梅尔 给了一句定场诗 叫做 《力兵莫马摩辛瑞梦回前朝喜旧》 好 今天的漫谈就到这了 希望朋友们有一个喜悦祥和的周末 朋友们再见